你 书记 是我 这些都是兰杰的资料 他出身没什么特别的 父母在现场里做点小生意 有一个弟弟在东江读大学 姐弟不常见面 但感情应该不错 弟弟的学费都是兰杰负责 书记 我还掌握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兰杰和麦思源以前谈过恋爱 你也知道 这你都知道啊 有什么奇怪的吗 没没没 兰杰的家人 又不认识麦思源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但凭麦思源的诚服 他既然能把兰杰留在身边 肯定是把能掌握的都已经掌握了 要说麦思源用家人的安全来威胁兰杰 完全有可能 所以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们连拦截的家人的安全 都不能保证的话 人家凭着什么冒着危险来帮我们 对 好了 你的工作完成得不错 现在赶紧去休息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 我会到你这儿来查房 书记 我能不能再待一会儿 去 这是命令 好 好 喂 东梁啊 我是大声 不好意思 必要麻烦你了 是这样 拦截 好 潘姐 里面请 赵书记 你好 蓝姐 请坐 没有征着你的同意 就在这儿约见你有点不礼貌 但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 不得不这么做 赵书记 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崔丽了 恐怕您再问我 也帮不上什么忙了 是 我知道 我今天当然是想跟你聊聊 关于你家人的问题 麦思源 是不是认识你家人了 我在麦思源见过我的家人 我父母很喜欢他 我弟弟甚至崇拜他 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他们 麦思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麦思源想要骗取他们的信任 对他们做什么的话 简直是义无反掌 更何况 他又和那些亡命之徒走得很近 是啊 他是不是用你家人的安全来威胁过你 出于对你和家人安全的考虑 我跟公安局的局长 梁东梁同志做了沟通 他们会二十四小时为你服务 他们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对 安静 这个是梁局长的名片 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联系他 谢谢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你都可以给我电话 我得给梁局长打电话 谢谢 谢谢您 赵书记 没事 你就放心吧 好吗 那就这样 谢谢 谢谢 保重啊 赵书记 我是吴城溥 吴组长 你好 杨浦开发区仓库爆炸案 你还在关注吗 当然 您那边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有一个叫张一鸣的人 你还有印象吗 张一鸣哈 你等一下啊 张一鸣 是不是杨浦港区的 他是杨浦爆炸案发生的时候 在任杨浦港区的管委会主任 我希望 我希望你去查一查这个人 别的暂时我还不能多说 只能告诉你 这个人和麦思源麦满仓 关系不一般 好好好 我明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吴组长 再见啊 好的 那个 省委的吴组长刚才来电话 说杨浦港区有一个叫 张一鸣的人 他跟杨浦的那个爆炸案有关 我去 谁怎么你去 我让你去了吗 你在办公室好好待着 负责协调安排 具体工作 由周强 崔丽他们去做 小苏也能帮点忙啊 就是 您放心吧 我会看好他的 好 你去吧 那个 这两天你要注意跟这个楚剑 保持联系 他能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 好 明白 我说两位领导 你们下次吃饭 能不能别叫我作陪 我这只能看着不能吃 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 少来了你啊 你这天天爱心变当 我看你吃得挺滋润的 我 喂 是吗 出来了 好的好的 那我这就过去 肯定没拿电话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拿了报告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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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我 我 我来 我在 打赏 我动不了了 我可能就都会摊着床上 趁你们的累赘了 不会的 玉兰 医生都说了 你这个就是因为太累了 太操心 暂时的 躺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你还年轻 一定会恢复得很快 很快就能好起来 玉兰阿姨 你就只需要乖乖地 积极地配合治疗 小秋哥跟嫂子还等着 你给他们带大帮孙子呢 你爸爸来过医院吗 我妈都病成这样了 他就来过医院 走 常回家吗 最近 只要把饭做好 只会打电话通知他 但是他 也就是 偶尔回来吃了饭 父亲 我爸 会不会真的有什么事情 你指的是什么事 就我心里很难跟他沟通 我妈不应该这样 我也没有空理他 如果我爸真的有什么问题 你别瞒着我 真有什么事我不瞒着你 你想怎么做 父亲 父亲 你救救我爸爸呢 我就这个儿很也自动 你给我舍着 我孙子 NASA事情 已经是你 赞数革 灵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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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谁出来了 都说我 两次都是 他们 给我一万的钱 十三十五 再给另外一万 他会给我一张照片 还有时间和地点 我只要按照说好的时间 去那个地方等着就行 然后人一出现 我就是撞 你 你们真够狠的 你说什么 你们真够狠的 谁问你 你是说我们还是说他们 骆佳 刚才这段录像你都已经看了 这些人是什么动机 有多么凶险你都知道 你刚醒来不久 我不想过多地打搅你 好好想想吧 想好了 告诉我 骆佳 一开始我是要利用你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 不过现在我想通了 你赶紧离开这儿吧 你不要告发我 也不要再管我 你跑得远远的 到哪里你都可以重新开始 但是我不能再回头了 你还可以 双旭 你这我今天要灭 你明天要灭 我整个国家做好飞 你这都是好 替了 好 好 不用说了 好好休息 我知道了 来 总是你慢走 翠丽啊 这两天也辛苦你了 不辛苦 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是现在看到洛家 这样进入自己死胡同 替他着急 不过我想 这段时间 他应该渐渐也能明白了 是 跟你的工作密不可分 您过奖了 接下来 你要争取让洛家 尽快地把林妙学的柱质 提供出来 放心吧 我会跟进的 那就回吧 行 吃进慢走 好 辛苦啊 再见 再见 爸 您回来了 爸 您回来了 我去给小军送晚饭 晚饭我就跟他在医院一块儿吃了 我先走了啊 我去 吃吧 不吃 那就喝杯茶吧 凌晨贤快过百日了吧 真不愧是赵书记 这一拳就打到心口上 今天没有书记 只有赵连长和于福连长 看来是要从过去说起了 过去你是我上级 赵连长 那今天又有下达什么战斗命令 也没有上级 只是战友 不管在不在部队 当过兵的人就一辈子都是兵 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 争取宽大处理 这有点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就算我有问题 我为什么要向组织交代呢 我憋屈忍耐了这么多年 组织管过我吗 我终于活得自带了 终于可以享受普通人享受的快乐了 就找问题了 你说你憋闷忍耐 这我听不懂了 你在工作仕途上顺顺利利 家庭都有 玉兰在那儿帮着操持 小军又有出息还孝顺 谁让你忍耐了 你呀 就是你 因为你赵达生 我一辈子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 当初以为你在战场上牺牲了 我娶了玉兰 抚养了小军 或许本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正常的家庭 但后来呢 你回来了 你回到东江来了 你留下来不走了 你瞪着眼睛看我们怎么过 你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家庭头上的一把刀 心里的一根刺 当年的情况你我都清楚 我是因为失忆 跟部队失去了联系 于是部队就错把我的名单列入了阵王名单 等我康复以后回来一切都晚了 当时的心情跟你一样 我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但是 你对我 对玉兰的情谊 我心里清清楚楚 心存感激 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 你们三个才应该是一家人 你是好假惺惺的 我来到处了 好 我来到处理了